韩国鹿皮奥运村伙食叉 一百多道菜都不好吃 日门反驳很恰当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点区 九点区咱们聊九点 在视频的开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右上角关注按钮 让更多喜欢冬奥会的朋友能看到这条视频 好了我们扬城传 冬奥会是正在进行 而现在韩国团到速华黄大县 终于夺得了1500米的冠军 而大家都知道 在1000米的比赛中 韩国队的三名队员 全部因为犯规是被罚判罚下 这引起了韩国短道速华队的全体反驳 12新闻认为 中部队得到东道主的地位优势太明显 而韩国队大家也都知道 自古以来就在华兵项目上 犯规动作太明显 而这次因为首次加入蓝县的问题 裁判的判法将会更加的严格 因此这次韩国队 所有的犯规都被抓到了把柄 而黄大县等韩国队员向澳委会提出了深度处理 不过是全被驳回 如今韩国队再次引起了热议 竟然声称北京冬奥会的伙食太差 要知道冬奥会的伙食全部都是免费的 而很多欧美的队员都不舍得离开这里 每天就盼着吃饭 一位美国运动员非常喜欢中国的饺子 据说三天是吃了200个饺子 而食堂还有免费的北京烤牙套餐 麻婆豆腐等等都是中国的名菜 而厨师也都是高级厨师 如今韩国队这次冬奥会的成绩太差 竟然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裁判及伙食方面 确实是匪夷所思 而现在韩国队的黄大县 在夺得了1500米的冠军之后 发明表示 只有1500米的比赛是干净的比赛 是最高兴的一天 韩国首尔经济报道 冬奥会北京奥运村的伙食是最差的 肉菜太多没有味道 中国人好像不会做饭 而韩国队的大部分队员都表示 油太大了根本消化不了 而日美也是表示 奥运村的食堂上有很多菜 包括中国菜 亚洲菜 披萨 意大利面等一百多种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去点 而99%的选手都表示 中国的美食太丰富了 而且其他国家并没有对 奥运村的伙食感觉到问题 而巨区韩国队为什么这么挑剔呢 其实在冬奥运会上 韩国就拒绝吃日本提供的 奥运村伙食 而是每天自备了400份便当给韩国代表团 部分网友表示 不喜欢吃就自己点那点辣白菜拌饭 在来到北京之前 他们对中国抱有很大的期望 也认为素有美食之国的中国肯定能够让他们大饱口福 但多位韩国冬奥运员及官员表示 北京奥运会的餐食远远不如平常奥运会好 这让他们大失所望 但据朝鲜日本报告 其实北京冬奥运会的伙食是非常丰富丰盛的